藏法有很多种啊 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藏就可以 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直接挑一根线 挑进去之后 将这根线在针上绕两圈 然后将针拉出来 拉紧 好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接头 形成接头之后 我们将这个线挑起针藏一下 然后直接剪断就可以了 还有藏法呢就是 还有藏法就是将这五股线先剪断 然后将它一分为二 也是挑一根 挑一根 然后两股的三股分开 拉出 这样就分开 分开之后呢 我们直接打死结 这样 打几次死结之后 将对于的线 继续穿入针类 然后跟刚刚一样 从这边穿过去将它拉一下 藏线 藏好之后多余的线头剪掉就可以 这个就是藏线的方法 那大家缝合好之后 这个固定的就会飙得紧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去缝合 缝合好 缝合好之后这个包身呀 以及包带这里就讲解完了 配件呢会在下一个视频里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